而花年县政府以及农粮署从2022年开始 在佐西湘南安推动成立 东台湾第一个有机农业促进区 获得了在地农民 尤其部落青年的支持配合 而今年度共组原力全人发展协会 并且邀请了相关单位在地农友办理说明会 而农友对未来有望成立农业促进区表示乐观其成 花年县政府及农粮署从2022年开始 就与地方农友友谊规划在南安成立 东台湾第一个有机农业促进区 协助提升栽培各种有机米以及其他作物的收益 也让地方生态共存永续 今年由在地青年组成的原力全人发展协会 邀请相关单位在地农友办理一场说明会 我会行南部落会主席去召开促进区设置的说明会 然后现场会进行跑掉 但我觉得大家有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这个关系 因为县福表示未来是有机会会更进一步办理辅导会议 与农友就后续可能营运主体 促进区未来预计划划设的范围等食物问题进行讨论 农友听完说明之后也都表示乐观其成 也希望促进区带给地方农友有更大的收益 我想是不是他们有再好的一个方向方法的做法 然后对我们做农民的是有没有什么加强的帮助 就这样 所以我今天才会懒 不然我想说 其实有去我们去做了 你看几年了 这样已经快十年了 还有没有好的方向可以继续做这样 所以当然幸福来到我们我们是很高兴 看是不是有新的做法 让我们也是学习 最重点还是对我们的生活最重要了 农粮署更进一步说明 这个农业促进区不仅仅只有有机作物 友善耕作也是能够共同来加入 希望努力往设置有机农业促进区的目标前进 期盼和农友携手合作 协助部落提升各作物的收益 幸福后续还会再协调南安部落会议主席 开大型的说明会 让当地的农友族人更了解 有机农业促进区的规划计划 介绍高兴双卓西乡采访报道